美国两党国会议员 21号公布 对2023财政年度 拨款法案的协商结果 并未像民企党当局期待的那样 把对台每年最多20亿美元的军援 列入2023年度拨款 而是改以军事贷款的方式 且台湾地区必须在12年内偿还贷款 对此党内媒体表示 美国的援助有先决条件 未来实际执行充满不确定性 而台湾地区沦为筹码的概率随之升高 这个消息已经是我们期盼很久 而且乡亲普遍觉得来得有点晚 但是我想在过年前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还是让乡亲觉得很振奋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想也是对乡亲的一个交代 在以防疫为由单方面停航 小三通两年多后 明清大当局22号宣布 将于春节前重启 但以金门马祖民众 以及大陆籍配偶为优先 金门县长杨振武表示 一旦赴航就会全力争取维持通航 很愤怒的声音是中央没有回 2022号宣布大陆籍的期待 我们比赛十字 我们爱铁销 我们爱铁销 兵器的借铁 对天我们对社会 对参与的行动 20229核一选举民进党大败 同俄竞选民进党主席的赖金德 举行两场证件说明会 并检讨9核一败选原因 现场党员炮声隆隆 直批参与文败选后 该换人的不换 该下台的不下台 赖着不走 毫无负责决心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欢迎收看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天启 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21号公布 对2023财政年度拨款法案的 协商结果 并未像民进党当局期待的那样 把对台每年最多20亿美元的军援 列入2023年度拨款 而是敢以军事贷款的方式 且台湾地区必须在12年内 偿还贷款 也就是说 美国所谓无偿军援 并没有兑现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参众两院 日前分别通过 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授权美国国务院 2023至2027年间 通过所谓外国军事融资计划 每年提供台湾地区 最多20亿美元无偿军援 21号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 公布的协商结果显示 2023财政年度拨款法案规定 对台的军事援助 必须以贷款形式提供 且台湾地区将被要求 在12年内偿还贷款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共和党及副主席 李奇称 拜登政府没有把 为台湾安全援助计划 提供资金当作优先事项 是台湾的挫败 美国自己本身对目前台湾状况的一个评估 台海情势的评估 他决定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无偿军援这一块 他有他财政的考量 但是不论如何 授权是一个态度跟一个额度 那至于每一年他要怎么样拨款 要怎么样处置 这个可能还要看国会的拨款委员会 美国防务新闻称 在每年接受外国军事融资的 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中 主要接受者是以色列 埃及和约旦 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规定 台湾地区必须每年增加防务预算 才能保持获得美国军事融资的资格 现在这个不分青红照白就告诉你 你一年要跟我带二十亿美金 这有这种道理吗 台湾拿得错 拿不错二十亿美金吗 显然双方在军事采购上面 事实上我方有我们的立场 跟我们的需求 跟美国之间有一个落差 美国说你少啰嗦 我就是叫你买这二十亿 如果说载油内容 也是美国决定的话 那请问一下蔡英文 还要这个政府干嘛 你不就被接管了吗 对此台湾旺报发表社评称 美国的援助有先决条件 未来实际执行充满不确定性 最重要的是 台海安全不会因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而根本改变 台湾忠实电子报的社论称 民进党坚持所谓抗中保台 亲美反中的意识形态 台湾地区沦为筹码的概率随之升高 再加上民进党上台后 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美国对台湾地区的防务信心流失 决策系统僵硬 及台湾内部分化对立扩大 即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空前挺台的法案 也难以扭转台湾地区的安全 加速腐蚀的事实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在以防疫为由 单方面停航小三通两年多后 民进党当局22号宣布 将于春节前重启 但以金门马祖民众 以及大陆籍配偶为优先 金门县长杨振武表示 一旦富航就会全力争取 维持通航 这个消息已经是我们期盼很久 而且乡亲普遍觉得来得有点晚 但是我想在过年前 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还是让乡亲觉得很振奋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想也是对乡亲的一个交代 对于民进党当局的 小三通富航方案 以兼顾检疫量能为由 限制金门每天至多只有一个班次 杨振武相当不以为然 表示不存在金门医疗量能问题 金门为了准备小三通的富航 我们的防御旅馆 防疫车队 种种的这些防疫配套 都一直一直还保留着 我们的医疗也没有问题 杨振武表示 自己更关注的是 随着新冠疫情和缓 民进党当局应该逐步扩大富航范围 进入第二阶段 甚至是第三阶段的全面富航 中国国民党籍前名代曹尔中 陈青宝22号上午宣布 将于24号发起黄我小三通大游行 要求民进党当局 别用切香肠方式做半套 放手恢复完整的小三通 桃圆国际机场可以通 为什么小三通就要管制这个管制那个 做半套 新党主席吴承典 日前更首度曝光 21年前促成小三通 定期航班所签的历史文件内容 显示出小三通的精神是 双方一致认为 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双方共同追求国家统一目标 按照直接双向 互惠互利 循序渐进的精神 积极推动 并加强双方民间各项交流合作 以增进两地人民之福祉 针对民进党局重启小三通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我想强调 恢复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的 直接往来 大陆方面没有任何障碍 春节在即 广大台胞往返两岸需求增加 我们愿采取优化措施 尽最大努力通过各种方式 保障两岸同胞往来需求 希望民进党当局 以同胞扶植为念 彻底取消自身单方面设置的障碍 通过既有联系渠道 有两岸相关业者 根据两岸民众实际需求 处理航班等具体的问题 恢复小三通正常通航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江明清 江先生你好 新党主席吴成点22号首度曝光了 21年前促成小三通定期航班所签的历史文件内容 那么在您看来 这样的一份历史文件 它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 我们都知道两岸文字原同骨肉身 那么吴成点先生所揭露这份文件 他当然揭露了当时 之所以有小三通这样的一个缘起 那从历史的脉络来看 一个民族的光荣 包括两岸之间如果能够越走越近 最后能够走向一个理想境界的话 这当然是一种很多人所期待的结果 话说天下大事 何久必分分久必合 那为什么此刻的两岸情况 在民进党主政之下是越行越远呢 当然有很多是因为个人的政治权利 或者是意识形态 乃至于有些个人的这个历史的渊游等等都有 这个渊游等等都会有 那这些如果能够透过两岸的心灵契合 或者是两岸之间能够把这个不必要的误解 透过沟通透明往来互惠双赢 巩固深化的方式 那么自然两岸之间现在因为人为的意识形态 跟政治的距离就可以越走越近 两岸基本上在地理上虽然分属两块地方 但是心灵文化跟历史却是合而为一的 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优势 在这个基础之下 如果两岸之间能够建构出未来共同的愿景 我认为 那么对于目前这种分离的情况呢 能够有助于弥合这间的一个鸿沟跟差距 那么对于未来能不能越走越近 走向武生典先生所提待的这样一个立强状态呢 我觉得可行性呢是极其高的 而且历史的潮流有变是如此 从下一代开始或者此刻呢 能够透过民间的交流 能够把这种不必要的误会跟歧视 能够化解的话 我认为吴臣沟先生所说的可能性呢 在未来 甚至不久的将来 他可以透过更加柔和 更加心灵气恶的方式而达成 所以只要是和平 只要是互利双赢 我相信两岸的民众 包括台湾民众在内呢 都乐见其成 感谢江先生 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小三通断行以来 在厦门创业的90后台清吴炳章 对这句诗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如今小三通已经分阶段复航 而吴炳章也呼吁 民进党当局应妥善规划第二波开放 让在大陆的台湾民众 可以安全便利的回台湾过个好年 喂 阿公 嘿 有啦 我有吃饭啊 你这个身体有好吗 和在台湾96岁的爷爷 打电话或者视讯 是在下台清吴炳章的日常 他说2018年自己选择 从台湾台南来到厦门创业 除了看好大陆的发展前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由小三通这条黄金通道 像之前我们其实可以在金门 跟两岸的青年互同 甚至是我们到金门去做一些创作 甚至把金门的年轻人带过来 甚至台湾的年轻人一起过来这边 去做交流 做创作 然后报告《香山振兴》里面的内容 吴炳章说 至今在厦门发展六年 与伙伴一起用新媒体模式 帮助乡村挖掘文化 实现乡村振兴 以小有成就 遗憾的是 之前因为小三通停航近三年 没能及时与家人见面分享 那我其实身边很多台湾的朋友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基本上大家都一两年没回去 甚至是连过年都不敢回去 那很多人跟家人很久没见面 甚至还有小孩在台湾的 然后就是爸爸妈妈在这里 那也跟小孩就是没办法见到面 距离明年的农历春节仅一个月 民进党当局宣布小三通 分阶段复航方案 第一阶段将以金门马祖民众优先 吴炳章表示 不仅金马地区的民众 有探亲与人道需求 在大陆的数十万台胞 同样有反台探亲 与家人团聚的需求 民进党当局应积极考虑综合情况 拖上规划第二波开放 让在大陆的台湾民众 可以安全便利地回台湾 过个好年 我们再来关注岛内时政 20229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 同俄竞选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 12月21号晚间展开首场证件说明会 不过就在同一天 蔡英文也发文大谈败选检讨 并通过办公室发声明表示 蔡英文将于下周召开安全高层会议 讨论台军义务役是否延长的议题 把赖清德与党员座谈的新闻版面抢走了 此次民进党主席补选 仅赖清德一人同俄竞选 民进党中职会21号通过参选人资格审查 21号晚 赖清德赴新北市三重区举办首场向党员报告证件发表会 面对近来民进党当局的民意支持度直线下滑 赖清德直言 如果民进党当局再不深刻检讨 对民意已读不回 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22号 赖清德又赴南投举办第二场证件说明会 并检讨九合一败选原因 赖清德表示 民进党要认错 要认输 不应该再继续说大话 而在会前 开放党员发言表达意见时 党员炮声隆隆 直批蔡英文败选后 该换人的不换 该下台的不下台 赖着不走 毫无负责决心 很愤怒的声音是 中央没有回忆灵意的期待 我们必须失职 我们要继续 明天我们的接近 对天我们对社会 对参与的行动 这个时候各界人一提出指教都 我们都要请听来点出相关的问题 直到问题所在 我们就应该很认真的来改过 岛内媒体观察到 就在赖清德第一场发表会的同一时间 蔡英文也在透过脸书发文大谈败选检讨 声称数字背后的虚实 与民众实际感受的落差 确实是我们应该去检讨和检视的 接着他又以蔡办盛名指出 下周安全高层会议召开后 将会选择时间公布有关一期是否延长的议题 前民代郭正亮22号 在节目大新闻大曝挂周分析 不 他这篇文章就是在讲说 其实我们做的不坏 就是忽略到了分配面 这个若中下若市的实体的感受 那不能只看表面的数字等等 那可是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在讲说 其实我们做的还不坏 至于下周为什么要开安全高层会议 他分析 那是因为蔡英文听到赖清德 在三重座谈会提起 当主席会认真反省检讨 他要抢着定调 郭正亮认为 蔡英文一定会把权力坚持抓到最后一刻 就是2024年5月19号那天 这个当然是赖清德的不幸 可以预期到民进党一定会持续的磕磕碰碰 相关问题我们要继续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江明清 江先生 自从赖清德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之后 蔡赖之间的较量就被台面化了 甚至还有切割的举动 赖清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您看来这么做能达到他的目的吗 对 蔡英文跟民进党当然听不下去 但是赖清德此刻的做法就是 隔山打牛借助党员的扣批判蔡英文的手 也就是说蔡英文的左右手除了赖清德以外 都是这一次败选的凶手或者是失败的推手 但问题是赖清德这样的切割 对许多民进党现在还在台面上来说 包括蔡英文在内其实无法接受的 如果我们有错你是其中之一 你怎么可能能够独自豁免 那如果有功那你当然也是有一部分 所以其实这是要盖瓜承受 在蔡英文也好或者民进党许多从政的这些 他们的人物来说 赖清德此举其实是令人有点心寒的 一失败就做切割 那第二个赖清德要不要这样做 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他唯有跟蔡英文此刻做有效的切割 他才有可能从这个失败主义的氛围当中 那么重新再重整旗鼓 为他2024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做一个起身炮 做一个铺路的动作 但带清德这样的做法 其实是有点冒险的 他认为形势在这边 但是我的判断是政治讲究实力 所有的政治资源 在台湾这个地方 现在都握在蔡英文的手里面 那蔡英文呢 你不要看他说现在好像是 民众的意愿支持度比较低 但不要忘记百足之虫死不僵足 所以这人在他手上 那等到这个风头过了之后 他要出什么招出什么牌 我想那时候恐怕不是一个区区的赖清德 所能够阻挡得了 所以可能溺料得到了 所以我想赖清德此举固然有风险的程度在内 固然有豪夺一把的味道在内 有认为形势正在这一面的考虑在内 但是我觉得蔡英文的变数其实很大 这恐怕得过三个月到半年之后来看这一局 才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赖清德此番的切割 当然切到了不仅是民进党的痛 他切到的也是蔡英文的痛 好的 感谢江先生 民进党在九合一大选中惨败之后 党内忙着找战犯找败选原因 台美也针对民进党惨败的议题进行街访 结果多数民众之言很开心 很爽啊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大败啊 很开心 很开心啊 一笑应吧 那个陈时中跟林志坚啊 民怨啊 就是 走到就是疫情 因为现在就是疫情的 他们处理的不好 不意外啊 不意外 那你不意外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做不好就换人做做看了 就像疫苗啊 口罩啊 还有快筛啊 这些都做得不好 因为民众已经对这个政党 有反感了 你再让他们去投这个票 那不是把大家让傻子吗 而在九合一中惨败的民进党 在2024侍奉还有希望 多数民众认为很困难 经历了这一次的经验过后 我觉得民进党要在上海之间 可能就比较困难 你觉得2029 对 你觉得2024都政党人会吗 应该会吧 应该会啦 我觉得会啦 民怨啊 还有房价 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些 就比如说上班族 他的收入比如说5万块 10万块 甚至于10万 他买不起房子 如果你真的做得没有很好的话 就是投票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宣传 我觉得意义都不大 就是你8年内 有没有在做事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近一段时间 台卫部部门主管薛瑞源 与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 BNT推销员争议持续发酵 台所谓著德代表谢志伟 也加入战局 站队薛瑞源发文炮轰郭台铭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民代 补选候选人王洪威则怒批 薛瑞源完全不知民众的需求 在民进党官员接连放火之后 22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紧急出面致歉 比起前一天的嚣张 薛瑞源改变态度 试图冷却争议 但没想到 台所谓著德代表 谢志伟却加入战局 在脸书连发三篇长文批评郭台铭 有钱至上 羞辱为官 栽赃恩准 情受有如 对此中国国民党台北市民代 补选候选人王洪威 在22号受访时 回击怒批 民进党当局过去在党疫苗 迄今 台未给民众合理的交代 陈时中是党疫苗1.0 是问薛瑞源是党疫苗2.0吗 薛瑞源为何不知反省 还敢大声向郭台铭 完全不了解民众需要什么 这个就是高端的推销员 在指责别人是BNT的推销员 高端的推销员会觉得 他们这样讲也不太厚道 我觉得选举都过去了 不需要用这些选举的语言 眼看BNT推销员争议不断延烧 22号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珍昌 紧急出面灭获表达歉意 称薛瑞源不该将此事和推销员放一起讲 这件事情两个人都有对都有错 这个政务官这样子的讲法 我特别要表示道歉 表示不要这样子讲才好 苏珍昌试图出面灭获 但BNT推销员争议 恐怕已经难以平息 关于相关问题 我们要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董志森 董先生您好 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近日为BNT次世代疫苗采购仪式 再度重炮批评民进党当局 而台所谓著德代表谢志伟 也加入了战局 那么在您看来 民进党当局官员 为何会如此气急败坏呢 因为郭台铭在这一次有感而发 郭台铭讲的 这是老百姓最内心深沉的想法 老百姓听了觉得没有错 这就是我们的声音 今天郭台铭讲这个话 让很多民进党的官员气急败坏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觉得说 你把老百姓心声讲出来的话 那过去都是我们这些官员错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台 我们是不是应该被取代 的确是这样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用很硬嘴巴 然后在那边讲一些没有道理的根据 只是讲话比较冲 好像觉得他就有理 那这种强词斗理 在台湾老百姓是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当很多民众觉得说 郭台铭讲的就是我们的声音 今天台湾为什么黄毅做不好 因为庙堂之上朽木为官嘛 你们这些没有人力 朽木不可雕也何况在做官呢 然后最可怕的是禽兽实入 你们既然吃我们的俸禄在做禽兽的行为 你们吃我们的俸禄 应该让我们在必要的时候有疫苗打 怎么有人要白白送疫苗给你 来让老百姓打疫苗 你还去阻挡了台湾老百姓 在这整个选举过程 他们就是非常清楚 你们这几年来 尤其疫情期间你们在做哪些事情 完全违背台湾人的主张跟民意之外 而且你在伤害人命 这个是没办法接受的 郭台铭讲出民意的心声 而这民意的心声 他显示了在哪里 就在选举嘛 选举票投出来的 就是否定了你民进党 就是看不起你们这些耳时耳禄 名指名高的 被你们拿走了这些官员 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好的 谢谢董志森先生的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 在23号公布了最后一波 市政府人事名单 副市长由现任民代林一华担任 严考会主委由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于振华接掌 所谓千军易德一将难求 林一华委员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台北市准市长蒋万安 公布市政府最后一批人事名单 副市长由现任民代林一华担任 一华委员担任交接小组的召集人 有手有为 对于台北市重大建设的方向 以及细节 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能够马上上手 根据台湾地区公职人员相关条例 民代的剩余任期若不满一年的 就不必补选 林一华是否要在2023年2月1号之后 也就是据其任期不满一年的时间 再辞去民代职位 还得看蒋万安和林一华如何规划 我在推动几个比较重要的法案 所以在时间上就不知道有办法来接得上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 非常丰富经验的李四川副市长 在此次公布的人事名单里还包括 研考会主委由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于振华接掌 陈俊安担任产发局长 卫生局长由现任副局长陈正成代理 其实适合的人非常多 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最后的确定 找到符合市民期待的卫生局长 台北市准市长蒋万安积极寻觅人才 为建设新台北做努力 距离台北市民代补选还有17天的时间 中国国民党台北市民代补选候选人 王洪威多次下站帖 要求与民进党台北市民代补选候选人 吴一农进行辩论 但吴一农始终不肯答应 23号吴一农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不和王洪威辩论是不想给对手舞台 切连被记者逼问 吴一农先是假装没听见 还一度想转移话题 一旁的幕僚赶紧出面挡下记者 不管怎么问 吴一农就是没有回应 场面一度很尴尬 最后剑躲不过 吴一农只好硬着头皮招立勇 我们希望避免的是 给王议员更多的舞台 来对我做任何更多的人身攻击 更多的喷口水 如果说要辩论是口水的话 那我觉得这根本违反民主的基本常识 面对吴一农的回应 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民代补选候选人 王洪威犀利回击 台北市民代补选之战 已经进入百热化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八年任期即将结束 但他依然不改过去的风格 对台当局开呛 21号被问到台内务部门代理主管花敬群 自称内务部门是正派经营 柯文哲要记者告诉花敬群 跟他说柯文哲听了以后 哈哈哈哈大笑了三声 22号花敬群回应称 自己听到了也大笑五声回击柯文哲 其实内政部真的正派经营 听到台内务部门自称正派经营 曾经为了大巨蛋而多次与花敬群杠上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酸度爆表 你觉得他们有正派经营吗 你说柯文哲听了以后哈哈大笑三声 两人一来一往你说大笑三声 那我也笑个五声 这下换柯文哲愣住了 在即将卸下台北市长身份的执政八周年记者会上 柯文哲选择尽量不骂人 但事实上他在任内为大巨蛋等问题频频开呛民进党当局 和花敬群的梁子早就结得很深 北市府很希望跟内政部来一个公开辩论 标题我帮你下好了 花敬群不要逃 除了台北大巨蛋两年多来 因为防疫问题开呛当局 更是柯文哲的日常 用太粗暴的话来做这种实施的评论 真的也大可不必 不要坐在办公室 吹冷气 看报表 然后再订决策 还有一点 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 如果今天还在台大当柯P 石冲良还在急诊处当VS 你敢讲那X话 早就经历砸过去了 时间再往前推 早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 柯文哲也常语出惊人 例如五年前 为要求当局设立联合防灾中心 柯文哲怒呛 时任台交通部门副主管王国财 柯文哲就要卸任 但他在台北市市长任内的大炮作风 让人记忆深刻 去台湾媒体报道 一家注册资本只有五万元新台币的公司 今年四月计划承揽台湾离岸 风力发电直升机业务 向台民航部门申请未获通过 随后一次在台经济部门高层 亲自出面和台交通部门沟通之后被核准 此消息一经报道 立刻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台媒报道称 浙加资本额只有五万元新台币的台湾海力公司 在今年四月向台民航部门提出 正在筹设直升机公司 希望承揽台湾离岸风力发电直升机的业务 但被台交通部门以资本额 没有达到五千万新台币为由回绝 有蓝英明代报量称 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 随后打电话给台交通部门主管王国财 双方沟通之后 台湾海力公司的申请就被通过了 蓝英质疑 资本仅仅五万新台币的公司 来承揽离岸风电业务 这难道是小吃店买快筛事件的翻版吗 为何堂堂台经济部门主管 要帮一家资本额 只有五万元新台币的特定厂商 敲申请 上网一查 这家公司负责人是宾利亚 办公场所竟然是每月 以一万元新台币租借的台北市共享办公室的一个座位 就这样的一家民理公司 竟然可以承揽离岸风力发电的直升机业务 蓝英炮轰实在太扯 资本额五万元 买一台摩托车都买不起 你是在申请直升机公司还是空拍机公司 今年四月才成立 设立的地点是在一个台北市的商务中心 同地点有高达三十家的公司 对此王国财辩解称海利公司是一家外商公司 外商持股比例不超过一半 增加资本额后已达到五千万元新台币的标准 因此才通过申请 蓝英爆料离岸风电利润超惊人 也难怪资本额五万的小公司都要来分一杯羹 发出来的店台店必须得买 二十年至少两兆 工程费全部加起来 大概也有将近上兆 这个利润非常的可观 四川麻辣烤鱼来到热情的南台湾出现最新吃法 牛奶冰棒融进热汤里 让汤头带点甜味非常对味 台湾音乐人才到福建发展 选择住进社会住宅 相较于一般租屋 租金更便宜 青年创业租屋攻略分享 台湾听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一四五年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 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派 我们坚守各自的战场 一个人在国外 我心里还是挺乱的 做彼此的城池迎雷 你不用什么都自己看 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一个 马思纯 白净庭 你是我的城池迎雷 12日22日起 海峡内视 每晚18点35分播出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所谓中研院经济所 22号发布经济预测 数据显示 该机构对台湾地区 2023年的经济增长持保守态度 预计全年增长率为2.41% 且消费者物价指数仍将高于 2%的通胀警戒线 报道称 台所谓中研院经济所预估 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 明年台湾地区的外贸与投资表现 将很不乐观 近年两年的经济增长 恐均无法保三 预计2023年的全年经济增长率为 2.41% 消费者物价指数为2.15% 台所谓中研院经济所研究员 周宇田表示 目前台货币政策主管部门未对通胀情况 予以足够重视 周宇田称 房租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中占的权重颇高 但目前消费者物价指数中的居住类涨幅 仅有约2%被严重低估 且由于房租上涨会落后于房价上涨 因此明年的上涨压力仍将持续 周宇田还表示 目前台湾地区对油电及大宗物资施行的补贴政策 也导致通胀率比实际偏低 当补贴政策不再延续 市场将反映实际成本 真实的通胀率定会超过目前的3% 此外周宇田分析 美国明年或将继续加息 台湾地区将面临新台币贬值 金融市场动荡等挑战 22号台主机单位对外公布 台湾地区2021年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 全年总薪资中位数为50.6万新台币 台湾民众总薪资平均数为67万新台币 虽然较2020年有所增加 但却有高达68.31%的民众薪资未达标 台主机单位的统计数据显示 台湾地区2021年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 全年总薪资中位数为50.6万新台币 较2020年增加0.5万新台币 而总薪资平均数为67万新台币 也就是平均一个月能拿到 55,800元新台币的月薪 虽然较2020年的总薪资 平均数增加了2万新台币 但却有高达68.31%的民众薪资未达标 全台高达68%的上班族 都领不到55,800元新台币的月薪 高薪和低薪差距达4.09倍 创下近6年新高 一开始没有 所以你觉得大部分能够领到这个薪水的人 都是要到 到大概私自备这种的 就是他从事医师啊工程师 然后像可能前年也比较特别嘛 就海运类也领得很不错 你之前有到这个薪水吗 前期真的也没有到 搬的上班族呢 我觉得真的很困难 非常难 你有这个薪水吗 55,800元 目前初期是还没有 你觉得说谁把这个薪水拉低了 是我把自己的薪水拉低了 你是不是 对 所以大部分你的周围 都有人是这个薪水了 没有 对此台主机单位官员表示 受疫情影响较大 且兼职员工较多的行业 如娱乐及休闲服务业 住宿及餐饮业等 薪资中位数都未达40万新台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2号报道 台湾花莲空军基地日前传出 有不明男子潜入长达两小时 动机不明 报道称 台军方人员进行跑道例行性巡检时 发现他在导航设施附近 立即报警处理 报道说 花莲空军基地与台军最大地下机库 佳山基地连接 是台军具有高度机密的作战单位 该男子10月17号凌晨5时许 从花莲空军基地大门北侧前入 破坏铁丝网翻墙柱内 直到7点20分才被营内人员发现 台军方后将其送航空警察局查办 报道还称 该男子身上有浓浓的酒味 并查出他家住花莲吉安乡 花莲军警队侦讯后将其移送法办 不过台空军第五连队不做任何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不是台军军营首次出现外人闯入的闲逛事件 今年9月24号 一名家住新竹市的邻近男子 独自前往台空军嘉义基地 在无人之处翻墙进入基地内 在基地闲逛了三个多小时后 才被台军士兵发现并抓捕 2021年11月12号晚 一名退役的台军海军陆战队士兵 通过甲政顺利地进入了台军在高雄的海军陆战队基地 一直在基地内闲逛到了晚上12点 受到寒流影响 宜兰太平山的温度下探到零下三度 不过23号一早迎来曙光 气温回到一度 就算没有雪景 但好天气配上山景 还是吸引不少民众游玩 一个早上就有600多人入山 阳光洒下穿过枝头 树荫闪闪耀之光芒 尽管不是周休假日 不少民众还是把握好天气 来宜兰太平山散心赏景 来太平山绝不能错过的小火车 一早涌入不少游客 大家都很期待小火车穿梭在滤镜密林间 享受大自然的洗礼 也有不少民众选择在鳩枝泽温泉 一家大小一起游玩 一个早上太平山就有600多名游客入山 不过太平山工作人员也提醒民众 还是要注意山上的气温变化 我晚入夜之后的气温降到负一到负三肚子之类 那因为这一次的很多面并没有太多的省气 因为山庄清晨 觉得一些不霜 那一些草地也有结霜的景色 党内民众也开始期待在1月1号这天 到太平山上跨年迎暑光 让大家在新的一年就能看到最美景色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和今日头条平台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